浩峰新片《入行入阁》杀青陈坤无垒演兄弟 11月12日,动作武侠电影《入行入阁》宣布杀青, 并发布杀青照及概念海报。 该片由徐浩峰、徐俊峰联合编剧导演、陈坤、 无垒领衔主演、影片官微配文。 命运多喘,引入谜局,且看兄弟携手,搅动风云。 《入行入阁》,扮得漂亮。 电影《入行入阁》改编自导演徐浩峰的同名小说, 故事发生于1931年的中国南方。 银行家以自己收藏的名画高攀名士, 不想竟被名士一介不孩。 为了体面地把画取回,银行家找来笔时正隐姓埋名, 在小学教习武术的传奇武人之子陈坤氏取画。 取画途中,失散多年,同样隐居南方,表面经营理发馆的弟弟吴磊是现身相助。 两人取画不成,反重圈套,只能另寻其招。 小说曾获得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。 在特级杀青部分,陈坤所示武术教师扯掉包裹鸳鸯月的报纸, 吴磊所示隐士高手手持红鹰枪, 拉开了入行入阁的江湖序幕。 领衔主演陈坤,吴磊,主演傅京,林林,韩佩颖,蒋龙,杨爱佳,陈凯文,李源,管乐,张池等悉数登场, 五人们使用的各种冷兵器扑面而来。 概念海报中,命运巨浪排山倒海而来,又似一张巨网将兄弟二人裹挟。 红蓝色海浪灵感来自拍摄现场,密布的南方屋顶,文是取材自南方传统民居五行为水的霍尔乌图样。 陈坤和吴磊分别在海报主体位置对角站立,俯拍之下,似乎暗示了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。 据悉,电影入行入阁已进入紧张后期制作阶段,期待早日与观众见面。